有一本這樣的教科書 是小義的 它說就說教普通話 內容嚇死你 內容嚇人的程度 就去到那個媽媽 跟我說 我有了我們的通話紀錄 它為了這樣 要跟小朋友專校 它裡面有什麼這麼令人驚的呢 就是說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上課 上課時老師問同學們 誰是中國人 我們想也不用想 全都舉起手 想都不用想 全部舉手 喂,我們課堂裡面 有的是非全部中國裔的人 有的是 簡直是愛族的人 什麼叫同學們想都不用想 就舉起了手 直應 我們是中國人 你這些這樣的教育 是不是洗腦 第一 第二就是完全種族歧視的 你試一下類似這樣的書 我們教英文 即使在美國 英國 什麼西方國家的移民班 教英文 誰是美國人 然後 人人想也不想舉了手 那個條件是什麼呢 我們都是 金頭髮 藍眼睜的理 嘗試暴動 也有份 什麼香港的教育 當然教育局長就會說 什麼教科書 就不是我決定的 學校決定 為什麼學校會決定用這些書 為什麼有人會寫這一類這樣的教科書出來 要來做什麼 就是配合 那套什麼洗腦教育 它裡面還有一句 它說我們都是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們都是香港人 你說什麼 小義這樣的課問 李慧琼議員 主席 議會都是真的很多廢話連片 什麼說 認自己是中國人都是洗腦嗎 主席說 在香港出生 就是香港人 跟一個小兒的學生說 有什麼問題呢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議會都是真的很多廢話 真的廢話連片 其實都不止廢話連片 還有很多精神分裂的現象 其實它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離開香港 但是有些人又繼續選擇要去參選 繼續選擇 要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底下的立法會議員 有時候真的廢話很難頂 確實是的 我覺得無議員有時候都不用這麼難為自己 既然你對中國人的身份這麼抗拒 好像真的很難為你這樣 但是你又要繼續 我從報章得志 你好像繼續 還要爭取繼續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又要支持基本法 又要支持憲法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盡的責任 其實如果你這麼抗拒的話 你可以選擇 另一個模式去生活 不一定要進來立法會 是吧 所以有時候 沒錯 所以大家都明白 的議會 就是議會 理會 主席